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那麼接著我們來進行這一節的第二部分 那麼我把這一節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討論的是Colinwood 英國的Colinwood 第二部分討論的是Dui 美國的Dui 然後在第三部分則是討論一幅畫 其實這一節的第三部分 也許你可以說跟下面一節比較有關係 因為下面一節整個就是用繪畫當例子 但是他在這一節的後面 他其實已經拿了Picasso的作品來談有關於表現以及過程 OK 那麼這是關於這一節 下一節也許沒辦法在這學期來不及談 但是至少在這一節的後面 他其實就是談到繪畫的作品 我們至少今天可以把杜威的部分談完 然後下個禮拜就放假了 所以在下一個禮拜最後一次上課 至少可以談談Picasso的作品 OK 那麼杜威說實在的 他其實是比Colinwood來得早的一個哲學家 但是我們把它擺到後面來 那麼當然有一個原因就是Colinwood 就兩個人的這個美學 都同樣的有這個表現的遺產跟過程的觀念 那麼這個Colinwood實在是比較簡單的多 那麼相對的Dui是比較複雜的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那些批評 其實就可以導引向杜威的關於藝術的考慮 在這方面你可以說杜威的考量 吳寧是比較合乎對於藝術的一個考慮的 那麼所以我們在95頁的最下面這段開始 那麼看到了他提到Colinwood的理論 Colinwood's theory of art and of history depend on the absolute symmetry Symmetry就是對稱對不對 Colinwood他的那個觀點有一個很強烈的 這樣的一個對稱 這個對稱是between這個以及這個 這兩個東西 那麼這兩個都有一個什麼 the expressive forces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字眼的部分 都有一個這個所謂的表現的力量 一個呢是出自於藝術家的那個表現的力量 他說the expressive forces an artist feels as he or she makes a work 當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所要呈現出來的表現的力量 那麼然後讓他創作這個藝術作品 然後呢當這個觀賞者在觀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那麼他呢怎麼樣 從新的這個進行了一次這個在這個創作者創作的過程裡面 所進行過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說這裡是一個對稱的東西 這個作品變成的是一個媒介或者是說是一個鏡子對不對 那麼這個鏡子呢讓我們照見了這個原來在創作者那邊已經有的東西 其實現在在心腸者這邊又重新的經歷了一個過程 所以他說它是一個symmetry between一以及二 那麼這個二就是the expressive forces we recreate 我們自己本身會在什麼 重新的創作一遍 within ourself when we hear or see 當我們在感受它的時候 我們又把那個藝術家所經歷的東西再進行了一遍 他說他具有這樣的一種這個對稱性在 這個是在Konwu的這個理論裡面 我們所看到的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我們了解到所謂的過程的觀念 其實主要的就是擺在這個後者這裡 就是觀賞者或者是這個聽眾 他們必須要再經歷一次這個創作者所經歷的東西 這個它的對稱性事實上也就在這個意義上在說 那麼現在Dewey他其實一樣的有這樣的一個 同樣的強調這個過程的這樣的一個想法在 但是他的這個過程就沒有這種對稱性 因為對他來講聽的人其實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他就像是他必須要再去詮釋他 他會以他自己的立場設身處理的去詮釋他 那麼當然他也會經歷某種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其實是跟他自己的經驗是有關的 這個是Dewey的看法 OK 那麼Dewey這一位美國的哲學家 那麼他也強調這個過程 那麼過程的這個觀念其實來自於從19世紀 甚至18世紀末 這個時候的整個哲學都非常重視的 一個所謂的生命的概念 生命的概念 那麼這是因為在18世紀之前 或者包括18世紀的這個上半夜 整個西方的這個自然科學 基本上還是擺在物理學上面 甚至你可以說物理學 它幾乎就是一個自然科學的一個代表 可是物理學的特點就是什麼 它是沒有生命的對不對 那麼大概從18世紀末開始 整個這個文化開始注意到了什麼 整個自然科學裡面有關於生命的部分 比如說生物學 那麼19世紀我們看到達爾文 進化論等等 那麼除此之外 化學它事實上是介於有生命跟無生命之間 因為它也會處理到這個生命裡面的這個過程 那個有一些化學的變化或者什麼 那麼總之這個生命性的東西 成為一個主要的一個重要的自然科學方面的來源 這個這一點其實讓你可以說黑格爾跟康德 他們所了解的科學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在 因為康德所理解的科學完全就是牛頓的物理學 牛頓的物理學 事實上是屬於無生物世界的東西 那麼在黑格爾那個時代 它已經整個注意到的 那個重點擺到這個生命性的那些自然科學上面來了 所以生命的概念在黑格爾的哲學裡面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生命跟沒有生命 到底它的一個癥結 差異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於生命是會變化的 無生命它不會變化 對不對 一個死的東西 比如說一個這個杯子 把它放在那裡 它就一直在那裡 不會動 可是生物不是這樣 對不對 你抓一隻貓到這個教室來對不對 他一定什麼 一定跑來跑去 他不會什麼 乖乖的就是坐在那裡 除非他真的就是想坐在那裡 不然他不會乖乖的坐在那裡 所以有時候我還蠻佩服學生的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什麼 就像無生物一樣的坐在那裡 不動 對不對 那麼一直到老師說下課 然後他才會開始動 但是如果我這個課一直上對不對 因為上個一整天你大概也受不了對不對 因為你是一個有生命的存在對不對 生命本身是會變化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黑格爾的那種變正的想法 因為不可能它不變 而且黑格爾的把生命的觀點也放到了無生命去 他說即便是無生物的世界 它本身也在也會產生變化 為什麼呢? 當一個星球它即便沒有任何的生物對不對? 只有生物的一些基礎 空氣、陽光、水 它就會慢慢的開始出現最基本的單細胞生物或者什麼 就開始發展生命了 換句話說整個的一個自然的世界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意義上來說 它整個的都是廣義的來說都是有生命的 都是有生命的 因為即便是無生命都會朝著生命去發展 只要有適當的這個條件在 所以我們會說生命會尋找它的出入對不對? 無生命也會尋找它的出入 當它有出入的時候 它就會去往它的這個出入去發展 那麼過程的觀念其實就來自於對生命的一個著眼 因為在我們的這個哲學的這個領域裡面 很多人它其實所理解的就是什麼叫做科學 它其實還是擺在這個無生命性的東西的那種方式上面來理解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去理解那種所謂的變動的一種可能性 那麼甚至在任何的一種概念其實也都是這樣 這是為什麼你說哲學是探討真理對不對? 那探討真理居然會有所謂的什麼哲學史 那個哲學史不就是什麼 就是談一些以前的人已經談過已經什麼不再是真理對不對? 所以根本就是什麼可以把它丟掉的東西嗎?對不對? 那個哲學系的學生在談那個哲學史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談什麼科學史 做科學談科學史是可有可無的對不對? 可是做哲學談哲學史卻不是可有可無的 為什麼呢?因為即便思想 如果思想是活的思想本身都是什麼? 不斷的在進展著的 而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 你今天的想法會跟昨天的想法一樣嗎? 可能性不太大對不對? 即便你今天的想法跟昨天想法一模一樣 至少你今年的想法跟去年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它也是什麼? 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在調整的改變著 那你如果去看這個黑格爾的哲學史 它就告訴你這個人類的思想本身 其實隨著時代是一個不斷的在進展著的過程 因為思想是一個有生命性的東西 為什麼?因為事實上是生命在思想 就是人在思想對不對? 所以它會構成什麼? 這整個文化裡面的一個共同的想法或者什麼 在那邊不斷的演進著 那麼這個是為什麼它在這裡面特別要提到這個過程的觀念 是來自於這個生命的概念 那麼這種生命的概念它說它是一個perspective 是一個視野、一個觀點 這種觀點把生命視為是這樣的東西 那麼它下面所說的這些敘述很文學性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這個什麼? 這個文學性的一個字眼對不對? 他說這樣的一種視野 事實上是把生命視為是什麼? 是一種精神的這個Effervations Effervations就是沸騰對不對?精神的沸騰 生命其實是什麼?就是你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因為當你沒精神的時候 你看那個小孩子沒精神的時候 Booten就睡覺了對不對? 然後什麼充電充滿了 眼睛一睜開就開始娃娃叫開始吵啊開始什麼對不對? 叫你陪它玩或者什麼的 它那個精神出現了 精神冒出來了 那它就要什麼?就要開始去消耗它對不對? 所以你就只好消耗 問題是你消耗它的電力 你也在消耗你自己的電力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是個誰先導由未可知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這個生命對不對? 這個 she's life as an effervescence of spirit 或者是 see life as a soul continually spilling out spilling out 就是溢出 beyond itself in the souls of reality 這種在現實的這樣的一個 soul 現實的一種陣痛當中 那麼這個它不斷的溢出它自身 整個現實是如果整個現實 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生命體 那麼它當然就是什麼? 就是不斷的一陣一陣的 像心臟的搏動那樣的不斷的在進展著 然後滿了它就溢出來 滿了它就溢出來 生命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那麼所以一個藝術家 他可能在才情方面 可能在感情方面 特別的充裕對不對? 那麼你叫他 就是說你都不要表現 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對不對? 他非得把它表現出來不可 因為那是一個生命的力量 或者什麼的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理解這種想法 你大概就比較能夠理解尼采 尼采要拿掉理性 可是對他來講 整個世界的進展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種生命力 這樣的一種will to power 不斷的在這個世間 這個留意著 這個橫行著 不斷的在進展著 那麼然後第三個 他說把生命視為 a view which celebrates a transient shifting unwillfully chaotic control of life rejecting fixed meaning and values as stalemate 這個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這個拒絕了這個意義跟價值 是stailmate stailmate就是一種焦灼的狀態 也就是什麼意義是不變的 價值是不變的 如果意義跟價值都來自於思想 那麼思想是變的 那麼意義怎麼會完全不變呢 對不對 同樣的價值怎麼會完全不變呢 他們當然也會跟著改變 所以他會這個什麼 慶祝這個生命的那種chaotic contours 這個那種混沌的那樣的一個外型 換句話說是什麼 就是變來變去的這樣的一個外型 它是transient 就是不斷的在改變shifting 對不對 你在按那個電腦的shift鍵 其實就是要讓它變對不對 and fearfully chaotic contours of life 就是要講這個生命的一個不斷的變化 不斷的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觀念從十八世紀末 那麼尤其在十九世紀 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一個觀點 尤其是在這個浪漫主義的這個思想裡面 以及他們的作品裡面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麼因而我們會這樣子來強調 就是比如說人生重要的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過程對不對 人生就是生命對不對 那生命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過程對不對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終點 終點是死亡對不對 所以你的生命的意義當然就在哪裡 就在你這個過程裡面你在做些什麼對不對 你有沒有在做一些值得的事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做一些發光發熱的事 還是什麼 因為你為了那個終點 所以你不斷的在什麼 在為這個終點在這個什麼 就是打算這個死的時候要受終正寢 或者死的時候要已經什麼 當了什麼大官 或者死的時候你已經積累了幾百萬 你是為這些事情在做準備嗎 還是你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強調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麼如果生命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 不斷改變的東西 那重點當然就在什麼 就在此時此刻 因為此時此刻就是你生命的過程 對不對 此時此刻就是你生命的過程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著眼著明天 著眼著未來 因為明天再明天再明天 到最後就是生命的終點了 事實上就變成是生命的終點了 這個是 關於這個生命的觀念 它會更重視什麼 過程 因為我們傳統的理性的一個思考 都是什麼 就是過程然後目的 然後重點一定目的 對不對 過程的東西都被視為是什麼 被視為叫做不重要的東西 因為它只是個過程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就說我只是個過客 對不對 那所謂的過客心態就是什麼 就是不在乎 因為它在乎的是什麼 那個最終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用生命的方式去看待Life 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那你不應該什麼 這個把重點擺在那個最後 因為最後其實是生命的結束 最後其實是死亡 而應該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這是為什麼在這個十九世紀這裡 我們看到對於過程的強調 不管是Colinwood或者是Dewey 那麼乃至於事實上在Higer的哲學裡面也是如此 都是強調這個所謂的這個過程 這是這裡面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區別 所以他們雖然對過程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都會很重視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那麼這個John Dewey 他的一個重要的藝術作品 就是這個art experience 就是藝術作為經驗 那麼我們通常稱杜威的這個哲學 稱他這個哲學叫做實用主義 那麼事實上在杜威的這整個的思想裡面 很重視的就是這個經驗 而經驗是什麼 經驗就是過程對不對 經驗其實就是過程 那麼這一點你可以看到他跟這個Higer相近的地方 因為Higer的精神信仰學原來的書名 就Higer給他命名 事實上是叫做意識的經驗的科學 那麼在原來的這個書名裡面重點當然是意識 但是他要談的不是意識是什麼 因為意識不外就是意識的經驗 所以這裡面就是一樣的經驗是一個很重要的字眼 那麼Higer在這整個過程 在這個整個書裡面也不斷的談到經驗這個 使用這個經驗這個字 所以雖然他是一個歐陸的哲學家 不是英國經驗論 但是你會發現到他非常的重視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經驗 因為經驗代表的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過程 那麼這個John Dewey 他把藝術理解為是一種經驗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用經驗的方式來討論 就是他關於這個藝術的這個概念 那麼裡面的同樣的會講到表現 同樣的會談到過程 那你會發現他所謂的表現 以及這個所謂的過程 都比Colin 5來的複雜 因為Colin 5我覺得非常簡單 尤其你在讀就是Colin 5看完 然後你看Dewey 再回去看Colin 5就覺得 這孩子真是天真啊 對不對 這文青真是天真啊 會有這樣的一種感覺 OK 那麼Dewey他這個所生活的一個時代 他首先他這個 他這個經歷了一些事情 這個是我們要談到的 就是第一個他看了很多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自然科學家 是個化學家 但是他利用他所知道的化學的知識去經商 然後就是賣一些這個化學的一些物質 那麼賺了很多錢 所以他也是個商人 那麼除此之外 他也是一個藝術的收藏家 那麼Dewey在這個他一生當中 好像跟這個Beyens 這個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因此有機會去看到Beyens的收藏品 這個是對Dewey來講 他的藝術理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經歷 因為他很多的對藝術的理解 其實都是從Beyens的那些重要的收藏裡面 這個獲得他的靈感的 這個是在我們書裡面 九十六頁第四行那裡所提到的 這是第一個第一件事情 那麼第二件事情 則是在這個十九世紀的時候 這個普魯斯特的這個義士流的小說 這種寫法進入了文壇 義士流的小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表現主義的作品 對不對 他完全就是把一個人 然後他已經冒出來的東西 沒頭沒腦 不像是敘述故事般的 而是什麼 就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 這個整個在義士裡面所出現的東西 完全徹底的表現出來 彷彿你完全進入到他的那個 義士之流裡面去 當你在這個閱讀他的時候 那麼他的主要的那個書桌就叫做 《追憶似水年華》對不對 那麼在那本小說 據說是全世界最後的小說 所以我知道你絕對不可能讀得完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事實上是輕薄短小的時代 寫那種大不同的小說 我覺得是誰去讀得完 所以大部分呢 去讀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第一段 這個就是那個 Albert Barnes 他在他的這個收藏室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手裡也拿著一個藝術作品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整個 很有錢對不對 買很多藝術作品 然後 他的整個那個 宅底 這個放滿了 掛滿了這個各種的話 那麼事實上這個Dewy 他就這個深受其惠 深受其惠 這個是Benz 他比Dewy其實也是來得年輕的 1872到1951的 一直到20世紀了 那麼這個普魯斯特 普魯斯特 那麼他在這個96 月提到普魯斯特的時候 他提到 He rose in the context of 這個He 指的是杜威 He wrote in the context of Proust's vast novel of return 他的那種小說是什麼 返回 對不對 recovery 重新發現 然後self-knowledge 自我認識 這種充滿了自我重心的東西 因為表現主義 而且是那種非常 愛表現自己 幾乎都已經不管你是誰了 對不對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表現給你的 那種人通常都還滿 這個有一點自念 然後這個自我中心 對不對 那在普魯斯的這個小說裡面 就是充滿了這一類的東西 return recovery self-knowledge through a journey 經由一個歷程 然後重新的發現他自身 對不對 這個自我認知 that could be called one of self-secretion 他說這個完全可以稱之為 是一個什麼樣的小說 就是一個自我表現的小說 對不對 告訴你說我就是這樣 我的心路歷程是怎麼樣 我怎麼樣怎麼樣的 不斷地在訴說著他自身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東西 看似trition on self anyway 總之都是把自己擺在中心 這個完全以自我作為那個中心 那他的這本著作就叫 阿拉赫シェルシェル du temps et du 這個シェルシェ就是回憶 那麼這個du temps就是the time 對於那個時間 時代的一個回憶 那個bedue就是已經流過去的時間 的一個追憶 那麼在那樣的一個追憶的過程裡面 就有一個什麼 就是所謂的意識之流 所以我們稱之為叫意識流 其實就是英文這個字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這個是普魯斯特 那麼這個 他的這個小說 在當時 就是成為一個 這個非常受到大家關注的東西 所以這個對於杜威 他的這個藝術理論的影響也很大 那我們剛剛在前面提到什麼 提到說影響他的的 就是第一個就是 Ever Barnes的收藏 第二個是普魯斯特的這個小說 那麼除此之外 就是他的一些文藝經驗 這個文藝經驗其實跟前面這兩個有關係 就是他所看到的後印象派的話 因為後印象派比起印象派來說 你可以說他有更強烈的一個表現力在 特別是在色彩的使用上面 我們書裡面舉例子 舉這兩個曾經住在一起 還鬧得很不愉快的這個高庚跟范國 范國後來還割了耳朵 事實上就是為了他的這個 為了他的這個朋友 這個非常奇妙的這個兩人關係 那麼這個是後印象派 那麼不管是范國或是高庚 你大概都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這個繪畫裡面 這個顏色的一種非常強烈的一種個人的特性 所以看過范國的作品的人 大概你即便這個沒告訴你說那是范國 你大概多少也看得出來 他多麼喜歡用黃色跟藍色這樣互補的顏色 在他的這個繪畫的這個作品裡面 而高庚他的那個顏色也都非常的強烈 綠色紅色也是另外的一種顏色 那麼甚至影響到後來的野獸派 那也是一種大量的色彩的一種這個使用 都是充滿了強烈的這個表現意味的東西 那麼這個是關於這個後印象派的這個繪畫作品 因為比起印象派來說 我反而覺得影響整個20世紀比較多的 其實是後印象派 後印象派 那麼剛剛我們提到的像那些野獸派 像那些表現主義或者等等 我覺得幾乎都是這個後印象派所產生的這個影響 那麼除此之外 就除了這個後印象派的繪畫之外 另外就是Baudelaire的詩 其實Baudelaire是比較早的 他是19世紀時候的一個詩人 19世紀時候的一個詩人 那麼他提到他的那種詩的特性 非常的浪漫對不對 這是浪漫派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這個只能用文字對不對 我們的書裡面就是描述那個Baudelaire的詩 Whose poetry? 他的詩怎麼樣呢? Speaks of a wall of correspondences within the temple of nature 在大自然的妙語當中的那種一致性 什麼樣的一致性呢? 就是你有什麼樣的情感 也表現在自然界當中 也表現在自然界當中 這個就是他的confundences 下面他就會提到這些 他說為了human emotions and feelings find themselves projected into nature shape 就是說人類的感情 就是投射到自然的事物當中 以他們的這個自然事物的形態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讓我們看到什麼? 那個人的感情 那個感情是在你的心裡面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感情只是什麼? 用你的表情或者用你的語言表達出來 那是一種方式 但是在普魯斯特的那個詩作裡面 他們常常是什麼? 以自然物的這個方式表達出來 下面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比如說 The widow tree drooping now in sadness 這個柳樹對不對? 楊柳樹它怎麼樣? 下垂對不對? 讓人感受到一種什麼? 一種signness 這個就是 然後他那個瓜糊 那個瓜糊 你可以說那是科學家觀點對不對? 什麼 Although you feel nothing 楊柳樹哪有感覺到怎麼樣? 對不對? 楊柳樹那樣下垂 難道他真的很沮喪嗎? 沒有 是你很沮喪 所以你看到楊柳樹對不對? 你就把它描述他 那實際上是在寫你自己的習近 那楊柳樹說 我一直都是這樣站的啊 對不對? 我什麼時候能夠把我的柳條舉起來? 不可能的事 但是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他前面講到說這是什麼? The temple of nature 大自然的妙語對不對? 大自然其實是什麼? 在表現著你的這個心境 大自然本身也有一種精神性 也有一種心靈性 就像那樣子一樣 所以他就舉這些例子 The widow tree drooping now in sadness 然後呢 The long lake speaking of solitude 那麼這個什麼? 很長的一個湖泊在說著什麼? 說著他的孤單 對不對? 那一定是什麼? 非常靜密的一個湖泊 沒有人去 這個樹說著他的孤單 然後瓜湖裡面就是 of which you know nothing 湖泊知道個什麼? 對不對? not being a thing that can know at all 沒有任何東西是關於這個 這個什麼孤單這一類的東西的 然後下面是 the mountain top of glory 什麼? 這個榮耀的那個山頂 對不對? 那個山頂 那個充滿了一個glory 他說 when it is simply a piece of rock and dirt 那個山頂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塊石頭 還有一些泥土 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用一個山頂 然後感覺到什麼? 那是一個崇高 充滿了光榮 或者什麼? 這樣的一種異味 或者是the falling leaf of the dense of love 有沒有看到什麼? 葉子落下來 飄飄然的落下來 那是什麼? 愛的舞蹈 對不對? 那是愛的舞蹈 他說 although it is simply passage today 其實這個葉子過了它的時間了 這個在樹枝上已經黏不住了 掉下來 對不對? 等等諸如此類的 後面還有更長 什麼 The elongated hunch figures 這個描述就更加的複雜了 表達一種什麼? 一種愛憂傷 複雜的憂傷 的情緒 等等 所以它整個這個都是什麼? 就是在描述這些東西 後面它這一段上就在講 這其實是什麼? 人的一個情感 在大自然世界的一種投射 會有這種投射都跟表現有關 事實上都跟表現有關 所以這樣的小說 這樣的繪畫或者什麼 其實都在反映著一個心境 所以即便你其實只是在什麼? 畫一個風景畫 可是從你所畫的那個風景畫的味道 的你所這個什麼? 選曲的裡面的景象 事實上正是在什麼? 表現著個人的一種心境或什麼在當中 那麼這個Dewitt 他在當時接觸到像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 提到了這個你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前提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普魯斯特 普魯斯特 對這個一看就是個痞子的樣子 就是很自我中心 對 其實很有趣 就是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裡面提到 不管是普魯斯特 或者是梵谷高庚 都是在法國活動的 所以這時候整個文藝領域 就是在19、20世紀 那個整個文藝領域幾乎都是以法國為中心 但我之前就講過說文學藝術 這個幾乎就是法國是比較發達的 那麼音樂哲學就讓人要想到德國 那因為他這裡舉了這些文學藝術的例子 所以幾乎坦達的都是 當然范谷其實是荷蘭人 對不對?但是事實上他也是 就很早就跑到巴黎去 然後跟著這個印象派在那邊畫 可是他就受不了印象派 因為印象派很科學對不對? 尤其是那個點描派 新印象派 就是什麼 完全採科學的方式 不是要表達情感的 後印象派的人 就完全反其道 用很表現性的一種方式 那麼 所以顏色對他們來講就很重要 那你如果看印象派 他其實在乎的是那個光影如何很科學的去表現 可是後印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科學對不對? 他在乎的是感情的一種表達的方式 感情的表達的方式 好 OK 那麼這個就是高跟 那個你其實從顏色啊什麼 這個多少可以感覺到 對 這是高跟的自畫像 自畫像 而且他還這個很有點那個的 把那個耶穌畫在他的後面 對不對? 這個 就是高跟所畫的 那這是范谷 這是范谷的自畫像 范谷的自畫像超多 這個各位應該都知道 對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就是耳朵割下來之後 還在包紮的 好 那麼這是博德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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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的這位 文學家 好 那麼這個是 就是 就是都語他所認識到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接著要來談談這個都語的這個思想 他既然是 art as experience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整個強調就是經驗 一切都是經驗 那個答案 這個是 幾乎就是一個他的整個的一個看法 那麼對他來講一切都是經驗 而審美經驗是其中的一段經驗 所以審美也是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經驗 但是他認為審美經驗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他常常代表的是 我們的整個人生經驗中的一種 概觀論定的一種 整體的回顧 所以 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什麼 特別的 這個精心的 這個去塑造這樣的一個審美的經驗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在96頁的這個最下面這段 那麼他就談到這一點 Do his work is of interest to aesthetics because it locates expression within experience 就是他把表現是放到經驗裡面去的 and things of the aesthetic 就是什麼叫做審美的 這裡 aesthetic是個形容詞 前面加定冠詞 做名詞用 就是有關於審美的 有關於美感的 他說他把有關於審美或美感的設想為是什麼呢? 是a moment of embodiment shared into a complete experience 是一個環節 他是所有的經驗中間的某一個 moment 中間的某一段 那麼這一段呢 就是把某種 這個什麼 一個具體的實現的東西 這個 把他放進到一個完整的經驗當中 這個是審美經驗所具有的一個特色 這裡我覺得這句話 還沒有很清楚的把這個Dewitt 就是作為審美經驗作為 整個經驗裡面的特殊在什麼地方 很明確的講出來 下面我想就會比較清楚 就是審美經驗是生命裡面的那個 要去完成的的 讓整個生命好像達到某種總完成 總實現 或者是一個總結的那樣的一段經驗 這個 就是他下面接著所提到的 就是在這一段的第三行 他說art is experience 藝術是一個經驗 可是是什麼樣的經驗? 是a completed piece of life 是完成的那一段 生命的完成的那一段 provisionally extracted from life as a stream but in every way continuance with that jet stream 那個jet stream指的都是生命 生命就是一個流 對不對 一個stream 那麼 藝術是其中的一段 但是這一段是那個屬於完成的那一段 這個是這個審美經驗 作為一種經驗 他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地方 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麼他下面好像又談到了這個康德 為什麼? 因為在康德的審美經驗裡面 康德也談到這個經驗這個字眼 但是康德的審美經驗是獨立的 對不對? 康德認為 我有關於我們審美的經驗 跟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 這是不同的經驗 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經驗裡面 有很多什麼? 是跟失去有關的 就是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什麼 對不對? 那你有某種的這個 你所要達到的欲望的滿足 你所要達到的目標 然後呢 你要去達到這些東西 那是你日常生活的經驗 那審美這個經驗呢 他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獨立的領域 你可以把那個獨立的領域就稱之為叫無失去的領域 然後康德就稱之為這個就是什麼? 審美經驗的一個自律性 這個自律性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就是他的獨立性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邏輯 有他自己的空間 有他自己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審美這件事情上面 那麼這個跟生活中的那些有失去的東西是隔開的 這個是康德的看法 那麼但是杜威的不是這樣 審美經驗並不是獨立的 他就是你生命經驗當中的一部分 是全體人生經驗裡的一部分 所以他在這裡面他就講到這個杜威 他說for Dewey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就沒有什麼東西 審刻意什麼? 不是真理 一切都是真理 這個觀點其實很像黑格爾 對不對? 那麼他說一切都不可能什麼? 這個離開真理 那麼藝術 art has value only because everything happened within it has already happened outside it 一切發生在藝術裡的東西 其實都是發生在藝術之外的 所以沒有這個界線 因為在康德那裡這個界線在 對不對? 審美經驗跟日常生活的經驗 是被康德分開的 是被康德分開的 所以他一個人在藝術的領域裡面 為藝術而藝術 他沒有什麼進一步的指趣、目的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 然後他日常生活的那些 則是另外的一回事 這個是康德 可是杜一並不認為這樣 他說一切發生在藝術裡的 其實都發生在藝術之外 意思是什麼? 這兩者根本就是什麼? 相通聯的 對不對? 所以你所發生的所有的東西 你只是什麼? 藉著這個藝術表現出來了 所以他說 happened outside it in every other significant sphere of life 在每一個生命的那些重要的那些領域裡面 它都已經發生在那裡 現在只是什麼? 藝術作品把這個東西表現出來 所以藝術完全什麼? 關聯於人生 不可能有為藝術而藝術這件事情 這點是杜威很明顯的一個看法 然後在這點上面他跟康德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杜威他把這個審美的經驗 當作是全體人生經驗裡面的一個部分 這個點就是審美並不是一個自己獨立的領域 這點是跟康德很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然後這個審美經驗是全體人生經驗裡面 那個部分是所謂的完成的這部分 這個是杜威的一個強調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要繼續的去說這個 所謂的什麼叫做是完成的那一部分 那麼他說這個在96 頁的下面 那麼他談到這個Asthetics are a matter of experiences 是一種經驗的東西 那麼他是lived to the healed lived to the healed 這個是非常 完全是用一個片語的方式來表達對不對 這個hilt本來是一隻刀子的刀柄的地方 那你如果切一個東西一直切 切到連刀柄都切那是什麼 就是非常極致的那樣的情況 那麼他說他是一種經驗 這個經驗是一個搞到徹底的那樣的經驗 或者是blow to completion 就是把它帶向完成的那樣的一個經驗 那麼這個經驗 It is in the depths and closures of the event 是到了這個事情的深度 那個最深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事情的結束 關閉這個終結的地方 Then the aesthetics resides 那審美的東西就在那個深的地方 或者是在那個終結的地方 是這樣的一種這樣的一種東西 那麼這個是這個所謂的審美經驗 所具有的一個特性 就是他是作為一個完成 作為一個回顧 就像一天結束的時候你在寫日記 那個回顧這一天 你寫日記這件事其實還是你的 這一天24小時當中的其中一部分 對不對 但是在另一方面 這個部分是一個做總結的部分 他對他做了一整個回顧 然後把它給用一種濃縮的方式 寫在像日記這樣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leave to the healed 或者是blow to completion 就像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麼對於杜威來講 一個藝術作品 他在這個人生的經驗裡面 也像是這種東西 他其實是代表了一個濃縮的 然後一個回顧或一個道理 因而他當然具有一種 像是某種反省性在當中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他除了是人 因為他是人生經驗的那個完成的部分 所以他是一個讓人產生滿足的 而且是值得紀念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產生滿足 也就是satisfactory 就是你在那裡面你會覺得 啊就是這個樣子 像這樣的探一口氣 然後覺得說OK 我把它已經什麼 好像把它給終結 或者是歸納總結在這個地方了 那麼因而呢 這個為什麼藝術作品是值得紀念的 因為他是一個把它給濃縮 結論在那個地方的東西 所以是一個memorable的那樣的一個部分 那樣的一個部分 那麼這個呢 就在96頁的這個最下面這兩行 他說 Do we call this the satisfaction offered by real experience 是由現實的經驗所提供出來的滿足 因為你實際上你今天經歷這些東西對不對 那麼現在你把你經歷的這些東西 用藝術作品去把它給表現出來 等於把它濃縮或者把它結晶 在這樣的一個藝術作品上面 所以你會感受到某種的滿意對不對 這就是他所謂的satisfaction 同時呢 因為這個這個藝術作品正是什麼 正是代表著你所經歷的這一段經驗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的 那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是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So call this the satisfaction offered by real experiences the kind of which we say That That was really something 他說 那真的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像剛剛那個探口氣那樣的說法 他用這種方式來表述 就是That was really something 各位也可以在那個97頁 那個第二個影文 97也有兩段影文對不對 那個注食的那一段影文裡 你也可以看到他在那裡面 他又重新的用那樣的一種表達方式 這個他這個表達方式是什麼 就是他在什麼巴黎的那個 巴黎是美食之都對不對 那麼在巴黎的那個那個餐館裡面吃到 這個典型的法國菜對不對 OK 那是一個經驗 There is that meal in a Paris restaurant of which one says That was an experience 他說 真是 那是一個什麼 很值得珍惜的那樣的一個經驗 對不對 是那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說他說 It stands out as an enduring memorial of what food may be 就是關於食物這件事情 那麼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要強調就是說 審美的經驗其實是像這樣 他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他把它給結晶 把它給具現在一個藝術作品上面 而這個藝術作品並不脫離 你原來人生裡面所經歷的那些經驗 那些經驗現在被一個藝術作品 把它給做了一個概括或總結 這個就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 所以簡單的說我們可以這樣說 等一下在說這個之前 他在那個97頁的上面他提到 97頁上面他說杜威是一個自然主義者 對不對 那麼這個自然主義的意思 就是指的就是價值是來自於自然的事實 因為在哲學上有一種看法就是什麼 就是認為這兩件事情是分開的 什麼哪兩件事情呢 就是有關於事實跟有關於價值 這是兩件事對不對 那事實是怎麼樣 這可能是什麼 就是人家去判斷的 可是價值那是什麼 那是人的評價 不管這種價值是審美的價值 還是譬如說道德的價值 道德價值就是善惡對錯對不對 你說大自然本身沒有善惡對錯啊對不對 大自然就是事實 所以我們不會說什麼 這隻老虎去吃了一隻兔子 你說你怎麼可以吃兔子 你真是太殘酷了 你太怎麼樣了 那你使用的那些判斷的字眼 那個什麼殘酷或者是什麼良善 那個都是價值對不對 那麼有一種看法是價值歸價值 事實歸事實 像科學可能就是價值中立 那麼他不做任何的這個價值的判斷 他純粹就是只做事實的描述 所以有一種看法就是 把價值跟事實是完全分開的 分開的 那也就是說道德上所講的應該 跟我們一般所講的是或者不是 這是兩件事對不對 因不應該這是一件事 有沒有做這是另外一件事 這個是 這兩者是區別開來 可是自然主義 他不是持這樣的看法 自然主義相信一切的價值 其實都來自於事實 來自於自然的事實 就是為什麼他叫自然主義 就是他抱持這個觀點 那杜威很有名的就是 他是一個自然主義者 他並不相信有這個價值 是不來自於這個自然的 所以你會在97頁的第一行看到 他說Dewey is a naturalist 說他是個自然主義者 那下面這個其實就是 對於Dewey 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個 自然主義的觀點 什麼呢 Value 價值 It is planned by reference to the human organism and his or her biology, psychology, faculties 就是價值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跟人的事實是有關的 比如說對於人類來講 比如說人的身體是需要水的 所以水對他來講可能就是有價值的 或者說人的這個 或者說你的你的這個腦筋的這個結構 特別喜歡某個顏色對不對 所以買某個顏色的衣服 絕對比另外一些顏色的衣服要來的有價值 那麼這個評價其實最終都可以追溯到 比如說你的腦神經系統對不對 追溯到這個生物體的一些結構 或者追溯到那個什麼 他的一些天生的自然科學 所可以追溯到的一些什麼傾向 比如說他的內分泌 或者他的什麼 以至於對他來講 他在做某些事情的評價上面 就會是比較傾向是這樣或者那樣 那麼換句話說 這些價值其實最終根源事實上都跟事實有關 所以並不是什麼 有分兩個領域 一個領域是跟事實有關的 一個領域是跟價值有關的 那麼這個事實完全就是什麼 就是完全是價值中立的 那是區別的一清二楚的 那種叫做反自然主義 但杜威不是一個反自然主義 他相信一切的真正的價值 包括你在審美上面你覺得美醜 那些其實可能跟你的一些這個 比如說你的那個腦神經結構 或者你作為一個人的一些特點有關 所以比如說人類就會什麼 比如說魔鬼為什麼要化成那樣對不對 因為實際上魔鬼搞不好不是長那樣 可是人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把魔鬼弄成那樣 那麼另外後面的人會覺得 比如說有些人說什麼圓圓胖胖的東西特別可愛對不對 那這個圓圓胖胖特別可愛 這樣的一種判斷或者這樣的一種價值 事實上在某個意義上都可以追溯到 那麼人他在某些這個功能上面 或者是他的一些物質上面的一個特點 以至於他們會有這樣的一種認定或怎麼樣 就是這些其實都有一個來自於自然的原因 比如說所有的小東西大概多半都會被認為可愛 比如說小動物即便是什麼 胸猛如老虎獅子對不對 但是當他是小老虎的時候就很可愛對不對 小獅子那就還是很可愛對不對 可是變大老虎就不可愛了對不對 什麼母老虎不得了 所以為什麼他小又可愛呢 是大自然的一種分配的方式對不對 那他還小的時候他很柔弱 如果他不可愛那就慘了對不對 被人家丟棄 因為那他也沒有什麼沒辦法獨立啊對不對 所以任何的動物在他小的時候一定什麼 讓他是可愛藉由可愛對不對 那你就會什麼 撫養他 所以他就是能夠好好的長大 等到他長大之後再變不可愛對不對 再變兇猛 那時候之後他就可以什麼 已經可以獨立存在了對不對 所以大自然有一個他所澎沛的方式 那自然主義者就會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去解釋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他可愛 這整個就是什麼 一種天責對不對 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讓我們產生這樣的一種價值判斷 這是自然主義的一種觀點 那杜威他在這裡面他提到 杜威也是這樣的一種觀點 所以在這方面他 你可以說又跟康德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那個96到97的這一段 他其實講到杜威跟康德是不同的 康德一定很清楚對不對 對 價值是價值 這個事實是事實 所以知識是一件事 那至於道德那是另外一件事 在康德那裡他分得一清二楚的 對 杜威在這方面事實上是跟他不一樣的 不過當然你可以看到 在97 月的這個第二段開始 那麼他就開始講 他跟康德的一些比較接近之處了 就是他說的這個什麼 Not entirely unconscious 並不全然是反康德的 那麼但是前面那個部分 他的確是跟康德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有一些地方又跟康德是這個相近之處 OK 這個是我順便說明一下 那這裡我要講的 就是在講杜威的這個觀點的時候 他其實主要就是兩部分 這兩部分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他說我這裡說整個97 月都在講審美經驗 是全體人生經驗的那個完成的一部分 這是他的一個重點 然後97 月的最後一段 一直到98 月這裡 他是要講說審美經驗 因為他是人生經驗完成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把它總結在這個東西上面 所以他也是一個令人產生滿足 然後覺得值得紀念的那樣的一個經驗 這大概就是他這整個 就是你看起來很多 其實要講的大概就是這兩個重點 那麼這兩個重點 如果你在後面看就比較清楚 在什麼地方呢 在98 月的這個第二段 98 月的第二段 98 月的第二段 那個那兩就是那兩行 那他做一個總結 他說 So the experience needs to be both OK both 就是什麼 第一 第二 對不對 所以我在同影片上面寫的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formally organized towards completion 就是要講的就是什麼 這個經驗 這個經驗指的是審美的經驗 對不對 他一方面是什麼 是被設計要走向那個終結 做一個總結 做一個回顧 做一個整理 這個是他的一個特點 那麼第二個 and also an experience of satisfaction 那麼第二個就是 他是一個讓人感受到滿足的那樣的一個經驗 那麼正是讓人感受到滿足這一點 就跟康德是相似的 就是他也認為審美其實是讓人感受到愉快的 因為他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完成 這是一個總結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如果再回到97月來 那麼這個97月他要談的這個主要的一個論點 好 那麼所以他首先要講的就是審美經驗是全體人生經驗完成的那一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麼我們就看到 我這裡就引了97月的第二段 以及這個倒數第二段 這兩句話 這個大概都是在講這個看法 他說for an experience that matters is one 這個one指的就是experience 這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經驗呢 which is formulated purposefully 故意的對不對 有意的有目的的 而且是designed shaved 然後呢 happening towards conclusion 是以便於讓他怎麼樣 讓他導向一個終結 一個結論性的東西 這個是這個審美的這個經驗 所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然後在那個倒數第二段這裡他說 the ascetics is marked by intensity fulfillment and its memorable character 對不對 是他的強度 他的這個完滿 然後以及他的這個值得紀念 這樣的一種特質 這個值得紀念這個特質呢 就牽涉到這個後面 所要提到的的那個 所謂的令人感到滿意 然後因而他作為一種 值得紀念性 那麼在這裡他這個很長的這段引文 我們寫在同影片上面 那麼他幾乎都在強調這個 作為一種完成這樣的一種特點 是審美經驗所具有的一個特點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段引文 他說we have an experience when the material experience drawn its course to fulfillment 他又用這個字 fulfillment 就是當這個經驗 已經達到了他的一個完滿 圓滿完成 then the only then is it integrated within and demarcated in the general stream of experience from other experiences 所以接著而且唯一的接著的就是什麼 把他給整合在那裡面 並且做某些區別 在哪裡呢 在整個所有的這個生命的經驗之流裡面 就是這個審美的經驗是他其中的一段 這個就是他要去 integrated within 要整合到他那裡面去 但是呢也要顯示出這個審美的經驗 跟診斷的生命的經驗的一個差別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 demarcated 就是把他給做一個分別 因為他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帶向完成的那個部分 所以他下面就要講這件事情 他說a piece of work is finished in a way that is satisfactory 那麼一個一個作品他完成 是在他已經達到滿意的時候 那麼a problem received a solution 當一個問題獲得解答的時候 a game is played through 一個遊戲被玩完了的時候 對玩結束了的時候 a situation 或者 that of eating a meal playing a game of chess carrying a conversation writing a book or talk part in a political campaign the game is so rounded rounded 就是什麼 就是完滿了 圓滿了 完結了 rounded out that its clothes is a consummation and not a succession 所以他的關閉 事實上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終點 是一個極致 而不是一個暫停 就是作為一個藝術品 他其實是把這個東西 做一個總結 一個回顧 因而達到一個什麼 一個最高點 也因為他是一個最高點 所以讓你覺得滿意 因為我的這個東西 終於什麼 可以 就是我這段經驗 終於可以在這個藝術品上面 做一個什麼 一個完整的表現 這個就是 這個審美的經驗 讓我們感到愉悅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麼他說 such an experience is a whole 所以這樣的一個經驗 是一個整體 and carry within it its own individualizing quality and self-sufficiency 就是他的那個個別性 以及他的一個完整性 It is an experience 他是一個經驗 他是一個經驗 這是上面的這段引文 他在講這個什麼 作為一個審美經驗 他的一個特殊性在什麼地方 他一方面是整個生命經驗裡面的一部分 可是他又是一個什麼 一個蓋棺論定的一個作為完成的 做一個總結性的那樣的一個部分 那樣一個部分 那麼人在這樣的一個部分 他才會覺得說 啊 這個什麼 這一年就是這麼過的 對不對 就像你在臉書上做一年的回顧 對不對 那麼這個最後這個回顧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這個完成的那一部分 那個 他說審美經驗就是像這樣的一種東西 那麼在這個下面的這段引文裡面 他剛剛舉的例子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那個巴黎的那個餐館裡面對不對 吃到這個法式的料理 然後你覺得這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東西 審美的經驗有這樣的一種值得紀念性 就在於因為他是一個作為回顧的東西 他把之前的所有的東西給總結在這個地方 那麼下面他舉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那個是吃美食的例子對不對 那麼這個然後從第三行開始他講的是什麼 這個你在這個大西洋經歷一個暴風雨的例子 他說 then there is that storm one went through in closing the Atlantic 所以你要橫渡大西洋然後遭遇到一個暴風雨 the storm that seemed in its fai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to sum up in itself all that a storm can be complete in itself standing out because marked out from what went before and what came after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例子 那麼這些例子都什麼 都顯示了某種具有一種代表性 一種紀念性這樣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他這段引文下面他接著提到的就是 Asthetics marked by its intensity fulfillment 還有他那個什麼memorable character 就是要講的就是他所具有的一個特性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種審美的經驗 他的在人生經驗裡面所扮演的一個角色是這樣 那麼康德在談到審美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康德的那種三分方式 就是把Asthetic跟Pretical以及這個Intellectual對不對 做對比對不對 就是有關審美的 他不是實踐的 他不是什麼認知的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對比 那麼杜威他也把審美跟別的東西做對照 他說對照的不是什麼Pretical Intellectual 因為其實對杜威來講審美並不怪於你生活的經驗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對不對 所以他不把他跟他對照 那審美要跟什麼對照呢 他說審美跟他相對立的東西是 是在那個九十七的倒數第二段這裡 他說那個對立的東西是什麼 那個是杜威自己說的 他說the hundred是什麼 平庸對不對 你說我總結這一年我什麼都沒做 哇 這個就是什麼 非常沒有那種審美的感覺對不對 當你審美是什麼 你把它總結起來說 哇 我覺得我這一年很精彩 很有收穫 很有什麼對不對 那麼這裡面就會有一種豐富的感覺 一個好的感覺 可是那個什麼 跟他相對立的東西正是什麼 就是平庸 hundrum 然後呢 snackness of loose ends 那個什麼 鬆垮的目標 的那種 慢不經心這種東西 還有什麼 submission to convention 就是什麼 沉浮於傳統慣例 在實踐或者是知性的過程裡面 沉浮於傳統慣例 他這裡講到這個實踐跟知性對不對 那就是講到這兩個 可是跟他對立其實不是這兩個 而是這兩個就是有關於你的實踐或什麼 你說我今年做了什麼呢 我今年做的跟去年差不多 我一直都照著慣例 我每年都活一樣對不對 我每天都是什麼 都是非常routine的 就是都在做這些事情 非常的瑣碎 非常的無趣 非常的無聊 他說這個才是審美這個字眼的相反的意義 因為什麼 就是你終結起來結果什麼都沒有 或者是非常無趣 非常無聊 非常沒意思 這個真是什麼 審美的最大敵人 審美的最大敵人 所以審美的那個真是什麼 就是要顯示出你的光彩對不對 即便很悲慘那也很好對不對 很悲慘還是可以說對不對 故事也是對不對 很悲慘然後或者經歷大風大浪對不對 或者什麼 讓你什麼掃了一條腿對不對 或者什麼 你告訴他說 我的掃這條腿的故事是什麼 這真是這樣才讓這個aesthetic 整個活起來 那所以沒有aesthetic就是什麼 無趣對不對 你說我一生對不對 我保住了四肢都很健全 可是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個是活70年跟活一天差不多是一樣的 那這個真是審美最大的敵人 這個是杜威他在談到這個東西 因為他說 因為他在那裡面他理解到 審美事實上是人生的經驗其中的一段對不對 而且是作為一個終結的一段 所以他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原來你的人生根本就沒活到什麼 他說這個才是審美的最大的敵人 所以他用的這些字眼都是 那麼甚至他在下面用的那個字眼 我覺得更刻薄就是那個住十一後面 他說It is tax accountants we fear 他說正是那個什麼 我們怕的是什麼 是那個稅務的那個會計對不對 他們那種東西就是非常什麼 無趣瑣碎無聊這一類的東西 他說It is tax accountants we fear 這個也是審美的大敵對不對 審美就是怕這種什麼稅務人員 然後那個什麼 anesthetist 就是什麼 麻醉醫生 對不對 然後呢 the drowgery of the partition 就是什麼 不斷的重複的那種枯燥的工作 the burden of predictability 完全都可以預測的一種無聊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你 你今天會做什麼 你明天會做什麼 你後天會做什麼 因為你一切都照著 routine 在做啊 所以你做的事情 就是數十年如意說是這種東西 所以一切都是什麼 可預測的 那樣的一種枯燥無趣的東西 他說這個才是審美的最大的敵人 他們這樣的一個 這個正是這個什麼 杜威在談到這個 aesthetic 所以他不會去把 aesthetic 跟像康德那樣去分各個不同的領域 因為對他來講 審美之所以非審美或者反審美 缺乏美感的東西正是這種無趣的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精彩 沒有高潮 沒有這種變化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正是最怎麼樣 最違反生命的 最違反生命的 當所有的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一直一成不變的 這其實正是生命最受不了的 所以生命其實受不了什麼 枯燥無趣 就是小孩子最喜歡講的無聊對不對 好無聊啊 那個生命受不了這種無聊 生命需要去什麼 去嘗試去探險去什麼 甚至去這個什麼 第二個這個狗吃屎 去經歷各種不同的這個好的壞的或者什麼 這就是生命之所以為生命 當生命都沒有這些東西 這個一切都是變成就是一成不變的情況 那個正是神美的或者美感的一個最大的敵人 這個是杜維航他在談這個時候 他所要表達的一個看法 那麼這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這個就是神美的經驗 他作為生命經驗裡面的那一段 他所具有的一個特點就在於 他是一個作為一個終結 那麼這個終結因而事實上也什麼 也反射出了這整個的生命的經驗 所具有的全部的東西 所以如果反射出來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乏善可成 那正是這個什麼美感最討厭的最大的敵人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說明的一件事情 那麼另外一個的是什麼 他說審美經驗是要令人產生滿足的值得紀念的經驗 這個其實在剛剛前面我們已經都提到了對不對 剛剛我在談到他是完成的那一部分的時候 他提到了他的這個intensity fulfillment 然後還有什麼it's memorable character 就是他是一個讓人值得紀念的 讓人覺得滿足的的作為一種完成的 他會讓人感受到這樣的一種滿意的東西 這個是他下面所要接著要講到的 就是97頁到98頁的這一段 就作為一種滿足的經驗 那麼他說 97頁倒數第四行 因為這裡他舉了那個鐵達尼號 這部電影當例子 所以我要說明一下 因為有人會說鐵達尼號這個是大悲劇對不對 到最後都是什麼 這個男主角就淹死了對不對 那個女主角就變成老太婆對不對 這個是悲劇對不對 他說你怎麼會覺得滿足呢 他要說明說我講的滿足不是那種滿足 那麼這個是下面他所要說明的 我們看看他怎麼說97頁的這個最後四行 Of course certain heightened experiences 那種heightened就是什麼被提升的那個經驗 就是你要去講的那個經驗 他說當他被帶到了conclusion 帶到了一個結論的時候 他說prove less pleasurable than traumatic 他說結果因為是個悲劇嘛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一個讓人愉悅的啊 而是什麼 而是一個很悲慘的事情啊對不對 他說那這樣的話你怎麼說他是帶給人 satisfaction 說不過去吧 然後他就拿這個鐵達尼號做例子 他說Film Titanic is one thing 他說這個電影的鐵達尼號是一件事 然後呢現實的鐵達尼號是另一件事 他說這是兩件事情不一樣的 他說你會付錢去看電影的鐵達尼號 你會付錢說我也來坐一艘船 然後把我沉沒掉你會這樣嗎 他說沒有你沒有那麼傻吧對不對 他說你搞錯了你把什麼 你這樣子就把這個藝術跟現實混在一起了 OK 所以他說the film Titanic is one thing 然後他瓜胡說perhaps a digester 他說他當然也許也算是一個什麼災難 in its own right but whatever else an entertaining movie 他是個災難沒錯 但是他還是一個娛樂電影啊對不對 他是個藝術品啊 這個是電影的鐵達尼號是一個東西 然後呢the ship's actual severing by an iceberg in real life is quite another thing to experience 那麼真的去經歷那個鐵達尼號然後死在那裡 那是另外一個經驗 他說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那他說98 頁 他說 both experiences mind-proof memorable 他說也許你可以說兩個經驗都是 memorable 對不對都值得紀念 現實的鐵達尼號的沉默也值得紀念 那你看到這個電影啊 這個這樣的一個經驗也值得紀念 both have the shape of an experience brought to conclusion 然後這兩個經驗都可以算是一個所謂的 前面所說的 brought to conclusion OK 這是相同的 但是後面 and yet the real thing is hardly an ascetic experience 他說可是現實的那個不是一個審美經驗 對不對 你現實你遭遇到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怎麼是審美經驗 這不是啊 審美經驗是那個什麼 把它結晶然後具體的表現在一個意識作品上面 那才叫審美經驗 你在現實裡面對不對 結果那傳承了 你在那邊啊 我不會游泳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那個怎麼能叫審美經驗呢 如果你把那個就當作審美經驗 那顯然是什麼 搞錯了對不對 他說除非and this you are a metakist metakist 什麼 虐待狂 你本來就是想要死對不對 那所以對你來講一個虐待狂對不對 他就是想要被虐待 然後他也真的被虐待 那對他來講他真的是審美經驗 因為他就是要把他給這個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享受他 可是在現實的情況下 我們一般人並不會認為這就是 就是這個是一個審美的經驗 那麼所以這點我們必須要去把它區別開來 那麼在98 月的這個第四行 他說 Dewey obviously has in mind those experiences which although mixed with pain do finally achieve something leading to satisfaction 他說當你在看一個藝術品 雖然它是個悲劇對不對 但是呢也就是說你在那裡面 看到它的整個這個定點的一個經過 那裡面的確有讓你痛苦的地方 因為你看到的是一個悲慘 但是當然也有什麼大螢幕 那麼大的船對不對大的冰山有愛情故事 那裡面當然是痛苦夾雜的愉悅都有的 但是他最終他是導向了某種滿足的 一個藝術作品的一個蓋棺論定 然後所得到的的那樣的一個滿足 他說藝術作品裡面最終還是有這種 satisfaction 那麼這種 satisfaction 他說 which means it is not the shape of experience alone that counts but the pleasure or at least positive intensity involved 所以他不是單純的經驗本身 不是那個現實的經驗 你在看一出那個電影的時候你不是什麼 真的你在經歷那個東西對不對 你並不是真的在經歷那個東西 他說 this at least do we learn from the 18th century 這個就是杜威他從十八世紀那邊學到 為什麼十八世紀包括康德包括英國的哲學家 包括雄在內他們都告訴你說 藝術審美它其實是要帶給你某種的愉悅對不對 即便這個東西是一個悲劇 它還是帶給你某種的愉悅在 那杜威他讀到這十八世紀這些看法 所以他理解到這個觀點 那麼他下面就是剛剛我所講的那個 他說 no one would pay to be part of a sinking ship 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什麼 會花錢去成為一艘要沉默的船的一部分 你不會這樣做對不對 但是 many pay to watch the movie 但是很多人會願意花錢去看鐵達尼號對不對 因為你在那邊是得到 satisfaction的 可是如果你是要去參加一個沉船對不對 然後要去跟著一起死在那個當中 我看你逃都來不及對不對 你不會去做那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杜威要去區別這個審美經驗 他跟現實的經驗是不一樣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審美經驗帶給我們plasure 但現實的經驗未必是帶給你plasure對不對 而是當我們把這個現實的東西 用一個電影用一個藝術作品把它呈現出來的時候 他才會帶給我們這個 satisfaction 這個是關於這個 satisfaction的部分 這個是杜威他對於審美經驗他的一個觀點 ok 那麼所以下面我們接著要看到的就是說 那杜威他這樣子來說明這個審美的經驗 我們要談的就是他對於藝術的看法 這個是在98頁的這個第二段開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在98頁那個第二段 我說前兩行他其實就跟你整理了 所以杜威要強調的一點就是什麼 一方面這個審美的經驗是整個經驗裡面的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有個特點就是什麼 他把整個經驗帶到一個完成做一個總結對不對 做一個回顧然後把它給濃縮在一個藝術作品上面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則是他呢 因為他是一個總結或回顧所以呢他帶給我們一種愉悅 他並不是像現實經驗因為現實經驗裡面可能還有驚恐害怕或者什麼 可能一點的滿足都沒有 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品他即便是裡面是有驚恐害怕或者什麼的 可是他會帶給我們一種最終的一種滿足在 這個大概就是他在前面所要這個談到的 那麼現在他接著要談到的就是說 我把他的問題這個分成就是很簡單的說就是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arts on his view 就是那麼藝術到底對他來講有些什麼樣的特點 以及 Why do we care about them as we do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乎藝術 這個是他進一步要去說明的 那麼如果很簡單的說的話 那麼他事實上是把這兩方面分別的就創作者以及就欣賞者分別的來看 那麼他的這個分別的來看都跟表現有關 但是你要看得出來的就是他的這個表現 就是創作者有他的表現 欣賞者有他的表現 不像Colin Wu那樣 因為Colin Wu說欣賞者就是把那個讓他看一個創作作品的時候 就是好像經歷了一個他整個創作的過程那個情感的表現 那這個Dewey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首先我們看創作者那部分 他說創作者的這個這個部分 在這個98頁的第三段 就中間這一段 他說Dewey's answer is that art is controlled experience 藝術是一種被控制的經驗 那麼實際上那個在鐵達尼號上面 那不是一個能夠你所控制的經驗對不對 但是拍成一個鐵達尼號的這個船 那是一個控制的經驗對不對 是一個 controlled experience Z of making the creation of words 他是創造了一個世界 一個有關於你所要呈現出來的這些東西 所構成的一個世界 然後讓人去感受到他 這是從創作者的這方面來看 那麼欣賞者呢 杜威要說的是 欣賞者其實一定也有他創作的一面 他不是亦步亦趨的去跟隨那個創作者 就像是在完全的什麼 就是模擬著他的那個經驗並不是如此 相反的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詮釋這個作品 那麼同時他也什麼 也經歷了一個新的經驗透過這個藝術作品 所以他有他的一個主動性的那樣的一個面向 那麼在這個看法上面就跟克林伍是不一樣的 那麼所以下面他提到他說 similarly the beholder facing the work of art 現在他是beholder 是觀看者對不對 他面對著這個藝術作品 go through a labor of the making the thing into the intellectual object it is 他經歷了對不對 這個重新去製作這個東西的一個勞動的過程 這裡你會看到他的這個整個寫法 其實跟克林伍是很接近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是在remaking 他是有一個他自己的一個主動性 在重新的塑造這個東西 那麼除了說這個remaking the thing into the intentional object it is 還有the finishing product it is 這個完成的這個產品 以及the activity it has relied on to become what it is 這些都是什麼 這個欣賞者他本身所要經歷的 那麼下面在98頁的這段引文裡 你會看到的就是他要去強調那個欣賞者 他自己的那個主動性的那樣的一個面向 我們看到在這裡他說 他說to perceive beholder must 他用寫體字對不對 create 他必須要去創造他自己的經驗 換句話說他不是指是什麼 跟隨著那個創作者 他必須要去創造他自己的經驗 他必須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這個作品 那麼他甚至什麼 他要應用到自己以前所有過去的那個經驗 來理解這個作品 因為事實上就是說這個創作者 他可能離你非常遠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創作這個東西 但是你必須用你現有的你的知識 你的能耐你的感受 你的什麼來創造出你自己的經驗 這個作品讓你所產生的經驗 他說and his這個欣賞者的creation must include relations comparable to those which the original producer underwent 那麼包含了一個包含了這樣的關係 就是什麼可以跟那個創作者 他所經歷的那個經驗來做比較 因為很可能什麼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麼they are not the same in any literal sense 不是一樣的對不對 but with the perceiver as with the artist there must be an ordering of the elements of the whole that is in form 那麼但是畢竟他是一個什麼 都是落在這樣的一件這個作品上面對不對 都是落在這樣的一件作品上面 那麼牽繞這個作品的組織結構 以及所有的這些東西 所以在這裡面他當然會有一些東西是跟這個創作者 有某些這個相關性但是不會是全然相同的 不會是全然相同的 那麼在這段影文的中間他提到 without an act of recreation 就是如果沒有一個重新創造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對於這個Dewitt來講 一個欣賞者其實當他在看一個藝術作品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一個重新創造的這個是語言矮的動作 他在做一個重新創造的動作 without an act of recreation the object is not perceived as a work of art 那麼這個東西根本就不能夠稱之為是一個藝術作品 所以一個藝術作品當然是什麼 因為你的去觀賞 而你的這個觀賞等於你在重新的塑造它 因為你在理解著它 那麼這個東西才呈其為是一個藝術作品 the artist selected, simplified, clarified, abridged and condensed according to his interest 所以他會什麼 他會在這樣的裡面去什麼 檢選這個藝術家 或者簡化藝術家、清理藝術家、改編藝術家等等 他事實上會做各種改編 所以絕對不是跟著這個藝術家亦步亦趨的在做 the beholder must go through these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his point of view 對不對 是根據他自己的觀點 his point of view and his point of interest 以及他的什麼 他的子趣、他的利益 所以他在做詮釋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 這個觀賞者自己本身的東西都在 他並不是把自己的所有這些東西拿掉 拿掉 OK 這段隱文的最後面 他說 imposed there is a comprehension in its literal significant that is a garing together of details and particulars physically scattered into an experienced whole 就把所有的這些細節的東西 這個集結成為一個被經驗到的一個全體 而這個就落在一個欣賞者的身上 因為你扮演的欣賞者 你其實是一個很費勁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這個是在一個藝術作品上面 我們分別的從這個藝術家的創作 那創作其實他講的很簡單對不對 真正來講他講的那個創作者只有第三段的前兩行 後面他幾乎都是在講什麼 都是在講欣賞者 他要講的就是欣賞者自己本身 其實就像是在創作一般的的 主動的在理解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這樣的一個情況 98 月的最後三行 Faced with a finished product, a work of art, the viewer uncover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it was made which is what the work invites the viewer to do 一個藝術作品就是邀請著這個欣賞者去做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去揭開 揭開他被創作出來的過程 而欣賞者在揭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它 In doing this, the viewer animates its experiences knows it, can value it 只有他用他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才能夠什麼?去解讀它 所以最後那個99 月的最上面兩行 他說 All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action 所有的審美經驗其實都是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強調就是主動性 你雖然是你在經驗這個作品 聽起來你是被動的 但事實上因為你是主動的在做 所以它是一個action Dui tells us an act of becoming which the viewer unfolds 就是讓它變成是一個 由這個觀賞者本身去揭開它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藝術作品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是這樣子的被把握著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它下面就是對Colinwood跟Dui做一個比較 他說在這點上面你可以看到 他跟Colinwood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因為我不是什麼 只是回到那個原先那個創作者他的整個程序 事實上我是用我的方式去解讀這樣一個作品 那麼正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那個Colinwood所強調的歷史性 在Dui這裡會更明顯 為什麼?一個作品到了一個時代 他又被這個時代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讀了 因而讓這個藝術作品反而才真的有生命力 因為如果每一個去讀這個藝術作品都什麼 回到他最初的那個創作者 這個藝術作品從頭到尾都沒有變化 但是如果一個藝術作品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 他不斷地詮釋不斷地解讀 那因為他的那個時代的特性 而有產生新的意義 那麼他就什麼 就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歷史資料裡面 他繼續著在就像一個浴火的鳳凰對不對? 不斷地有他的新的生命 新的顯現的姿態樣貌表現出來 這個就是Dui的觀點 這個觀點非常接近黑格爾 就是他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看法也就比Colinwood來得更加的複雜 這個Dui的這個美學 我們看到的他所談到的兩個重點 那麼分別就是 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審美經驗 是全體人生經驗裡面的一部分 而且是特殊的一部分 它是代表的完成的那一個部分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麼第二個重點就是這個審美經驗 因為它是完成的那個部分 因而是一個令人產生滿足 而且會認為它是值得紀念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會在譬如說很多的公共的藝術的設施裡面看到 就是這個作為某種的紀念碑 紀念什麼 都是用藝術的方式來呈現 來呈現 這個經驗我特別是在 以前在這個柏林這個城市裡面 就看到很多 就是走在路上 然後走走走走 看到下面 就有一個 有一行文字 然後呢有一些簡單的 一些這個雕塑 然後那裡就寫著說 這個就是當初納粹 焚燒這個柏林的這個紅寶大學 因為裡面有一些著作是猶太人寫的 那個時候納粹已經 這個像瘋了一般 就是像紅衛兵一般 就是猶太人寫的書 這個是有讀的 對就把那個圖書館裡面猶太人的著作 通通拿到這個地方這個廣場來 然後呢焚燒 這個簡直像以前秦始皇焚書坑儒 然後呢 這個德國人就會在那邊做一個 用藝術的方式 做一個紀念 讓我們看到當時的人 就是當時的這個德國人 德國人對於他們自己 這個對於 猶太人的屠殺 做得非常深 而且不斷的 就是每年 你在各種不同的這個紀念的時候 都還會再反省這件事情 那所以他一方面固然的 是這個完成的 而且在另一方面 他也是一個令人產生滿足值的紀念的 一個經驗 這是我們在上個禮拜的這個最後 就已經提到過了 那麼所以 德國人的這個觀點 呈顯了他對於這個 藝術經驗的一個不同於 Colin Wood的一個觀點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那麼他還談到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觀點裡面 怎麼看待所謂的這個藝術 那麼在這個所謂的這個藝術那裡 他分別的從創作者跟信商者 兩個角度來看 那創作者其實他只有一句話 就是我寫在頭影片上面的 也就是在98頁中間那一段 那個開頭的地方 關於這個藝術 那麼從創作者來講 他說藝術是一個控制的經驗 控制的經驗 所以他像是一種回顧 對不對 回顧 然後這個回顧 他把它放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然後把它呈顯出來 所以他提到說 That art is control experience That art is control experience That art of making the creation of wars 他是整體的經驗的一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跟他的回顧或者是反省的這個部分 是有關的 這個是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 那麼從信商者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他提到說 司馬克力的beholder 這是觀看者 Facing the work of art go through a level of remaking the thing into the intentional object it is the finished product it is the activity it has relied onto become what it is 那麼看的人 他們在這個觀賞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因而呢 也什麼 也這個重新的感受到這個經驗 這個是從欣賞者的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那麼他所談到的 那麼在這個98頁的下面的這段引文裡面 那麼他就講到這個觀賞者的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麼他事實上是透過這個藝術品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 當然他對藝術品有一個新的這個 新的一個理解對不對 所以他在理解這個經驗的時候 事實上也在創造一個新的經驗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說 他跟Colinwood就有所不同了 也就是說這個Colinwood的那個經驗事務是 是要回溯到那個最根本的那個創作者的經驗 可是你不可能回溯到那邊去 所以你在感受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一定也什麼 在一個創造你的自己的一個新的經驗 這是為什麼在98頁的這段引文裡 我們看到他那個create 那麼他用了一個邪體字對不對 他說 A beholder must create his own experience and his creation must include relations comparable to those which the original producer underwent 那麼這個是他在這裡面 就是講到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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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者 那麼他的這樣的一個創造的這個經驗 那麼他跟這個這個經驗當然 也跟那個創作者的經驗是有關的 所以他提到的是有一個relation 這個relation是可以跟原來創作者的經驗 加以比較的加以比較的 這個是Dewey他的一個對於藝術品 他的一個理解 對於藝術品的一個理解 那麼在98頁的最下面這個地方 那麼他同樣的談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Faced with a finished product a work of art 這是一個藝術品 The viewer uncover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it was made which is what the work invites you to do 所以一個創作者其實是什麼 邀請著欣賞者透過這個藝術品 而這個什麼經歷某些這個過程 那麼當然這個也許他所經歷的過程 這個經驗已經跟原來創作的那個經驗是不一樣的 但是是有所關聯的 是有所關聯的 所以這個作為一個欣賞者 他本身有相當的一個主動性 他得自己去詮釋去理解 那麼當然他的詮釋或理解 也就會有他的什麼 有他的時空的背景 他的文化社會 這些條件 影響到他的這個理解 那他當然因著跟原先的那個就不太一樣 那麼這樣的一種觀點當然比較符合這個詮釋學的這個說法 那麼所以在99頁的上面兩行 他說All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action 所以審美的經驗就不是一個被動的東西 而是主動的對不對 Action 的形容詞Active 是主動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審美的經驗其實是一個行動 所以你不是什麼 就是攤著然後張開眼睛 這個豎起耳朵聽看這樣就好了 你得去看出個所以然 得去聽出個所以然 而你要看出個所以然 聽出個所以然 你一定什麼 用就像我們在詮釋的過程裡面一樣的 用已知去理解未知 而任何一個人的已知 都有他自己的已知的條件 有他的文化的背景 有他的時代的背景 有他的社會的背景 以及等等 那麼他會用這些他已經有的東西 掌握的東西去理解那裡面 就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新的東西 來加以這個詮釋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行動裡面 他說這個 Viewer unfolds 這個觀看者應的什麼 展開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審美的經驗 這個審美的經驗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 這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 Dewey 的觀點 那麼他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說明 那麼下面接著呢 則是把 Dewey 跟 Colin Wood 做的一個比較 這個是在這個 99 頁的 第二段的第二行 process is not simply expression in Colin Wood's sense though it is the process of shaping something to experience 因為 Colin Wood 他好像什麼 就是只是回到那個創作者那邊去 一種單純的情況 但是對於Dewey來講呢 他並不是 他事實上是一個 形塑的過程 是一個主動的過程 然後呢主動的 去把這個東西形塑 成為這個觀上者 自己本身的經驗 這個是一個差別之所在 差別之所在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在這個 99 頁第二段的這個 下面他談到 所以理解一個藝術品 他把它比喻成就好像 你在電腦上面玩一個遊戲一樣 那麼他用的是一個比較 這個舊的字眼是video game 對不對 他說 work of art is like a video game 他說一個藝術作品 其實是好像玩一個遊戲 玩一個遊戲 為什麼你會一玩再玩呢 因為你每一次玩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每一次玩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每一次玩 其實都在塑造一個新的經驗 都在塑造一個新的經驗 也因為你知道再去玩一次 會有新的經驗 所以你才會想玩 如果你每一次玩 命運結果 什麼過程 甚至都是一樣的 你不會再玩第二次了 你如果玩這一次 會跟上次一模一樣 那你怎麼會再去玩 那不會再去玩了 對不對 遊戲之所以為遊戲 會想要玩 是因為雖然它是同一個遊戲 可是玩的過程會不一樣 你所經歷到的經驗會不一樣 所以對於任何一個想玩的 比如說小孩來講 他會再玩 並不是他想要重溫完全一樣的經驗 而是因為在這裡面 還是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在那裡面 那麼同樣的一個藝術作品也是這樣 所以他說 A work of art is like a video game where you are given a completed element 他說這樣的一個遊戲 你被給予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已經完成的東西 對不對 它已經完成在那裡 一個藝術品已經是完成在那裡的 那麼一個遊戲 你買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也是什麼 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在那裡的 但是呢 當你要玩它的時候 你就得主動了 對不對 他說and have to rework its process of making 你得去什麼 重新的去工作 重新的去作用 去執行 這個process of making 然後呢 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to the point of its closure 到它的結束 to the point of its completeness as the thing you have been offered 那麼到它的完成 那才就是把這個遊戲給玩完一樣 那麼同樣的一個藝術作品也是這樣 當你在去欣賞它的時候 你仿佛也在什麼重溫一個過程 而重溫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會有一個什麼 新的體會或者什麼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藝術才會迷人 才會讓你什麼 這個 因為有不同的感受 這也就是說一首歌 對不對 你會怎麼再聽一次 而不是什麼 說我已經聽過了 我幹嘛聽第二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大概就不會有人去聽江蕙的歌了 因為都聽過了對不對 可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你再一次去聽 然後呢 你彷彿又什麼 進入了那首歌 所帶給你的那個經驗裡面去 而這一次聽這個經驗 大概跟上一次的經驗 也許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可是又有一些地方不一樣 所以一首歌你會什麼 隔一段時間再聽一次 但是你大概不會什麼 這個一聽再聽對不對 這個從早上一直聽到晚上一直聽 因為那樣子就麻痺了 就不會有這個新的經驗了 所以你聽聽聽 然後就會怎麼膩了 然後你就會停下來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 你再去重溫那個 某一段時期 你很喜歡的 的某一個音樂 這個時候 那個過去那個熟悉的感覺出來 而且現在又會有什麼 新的東西 也跟著跑出來 這個是 他在這裡面所談到的 這個所謂的 rework its process of making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說 This dialectical spirit is what makes a much art is unique and active 那麼這樣的一個辯證的精神 他使得藝術變成一個什麼 非常獨特的東西 而且是一個主動的東西 對 是一個獨特的東西 主動的東西 就是每一次聽 都有一個他的獨特的經驗 對 那麼這個經驗不會什麼 不會跟上一次或者是下一次是一樣 它是unique 那麼第二個 它是主動的 因為這裡呢 有你什麼 你現在的心境 你現在的 這個什麼 背景 你現在的 這個 一些體會 那麼 因而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理解 感受 這樣的一個 藝術品 這個是 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 一個含義 那麼除此之外 他說 a work is like a master 他說 所以一個藝術作品 他說 就好像是一個老師 a master giving the student 給學生教導 in how it can become itself 教導什麼呢 教導說 這個作品如何變成這個作品 教導這個作品如何變成這個作品 對不對 那麼換句話說 你就怎麼 重新的要去什麼 走一遍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學生在理解這個作品 會變成這個作品的時候 當然會有他的理解 對不對 所以一個老師 相同的教導 每一個人 聽到的可能就是什麼 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意義上來說 一個藝術作品 就像是什麼 其實就像是一個老師 對不對 他在教導著你 怎麼去感受它 那麼重新的去感受到這個作品 被變成這個作品的一個過程 他說and through this how he or she may grow 並且經由這個 讓這個學生 男的學生或者女的學生 可以 他了解到他是怎麼樣的成長的 換句話說透過 看這個作品的一個過程 那麼你也怎麼樣 你也在這裡面學習到一些東西 因而得到你的成長 這個就是這個 Dewey 他所要表達的一個想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Dewey的想法 跟Colingwood比起來 是比較複雜的 而且呢 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他也牽涉到了什麼 牽涉到教育 因為杜威的哲學裡面 很大的一部分是教育的哲學 他跟一個人的成長 是有關的 那麼藝術也帶給人 這樣的一個教育 這個是 這個關於杜威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 就是 教育的部分 一段時間 我來講 想說 那些個 我來講 那些個 這句話 是 那些個 我來講 我來講 你 看 你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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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